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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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夢想家 带你當你家 大家好 我是孟辰 歡迎收看股市夢想家的節目 那今天台股非常的可惜 美國股市大漲了700多點 台股反而是一個開高走低 最後收一個小漲的格局 那我們可以從今天的行情來看的話 成交量的部分 僅有1775億元 所以還是一個量縮整理的盤 會出現量縮整理 當然跟我上個禮拜跟大家談的 台海信心的危機 它有很大很大的因素存在 但是我們還是要來看 就是美國股市這一塊 它產生了一些很不一樣 而且很大的一個改變 我記得美國股市我說 是目前全世界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個市場 因為美股它會影響到 所謂的歐洲 也會影響到所謂的台灣 那這種影響性 有時候它會有遞延嘛 它會有滯後的一個效果出來 但是呢 只要它的方向 它的趨勢是沒有改變的 基本上台股最後 還是會跟上美國股市的方向 這一點投資朋友要先注意一下 所以美股從10月13號開始 我說這根長紅棒已經很特殊了 如果在技術面上呢 它叫做多頭吞噬的走勢對不對 什麼叫多頭吞噬 我一根長紅吞噬掉了前面四根的K棒 那我這根K棒一旦吞掉了 我突破了月均線的這個反壓區 那我呢 向上的力量它就出來了 那這種突破壓力它會再回撤支撐 只要我的月線不要再做跌破 基本上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反轉的趨勢會很強 所以從10月13號開始到10月17號有沒有 美國股市怎樣跳上去了對不對 景線的壓力開始突破了 所以突破壓力回撤支撐 我說下一個壓力點在景線 一旦景線突破之後 W底形態呢它就完成了 後來10月18號的時候 突破的景線位置 那我突破景線是一個很重要的訊號 這裡叫做多頭吞噬線 這裡叫做形態的轉折 所以W底形態一旦形成了 景線由原本的壓力轉成支撐 轉成支撐之後呢 它在震盪整理個幾天 整理三天之後呢 再一根長紅棒 禮拜五正式突破了 所以整個美國股市呢 從原本的下跌的階段有沒有 一個很爛很爛的行情啊 到出現一紅吞四黑 到出現景線的反轉 到後面突破大漲了700多點啊 你想想看光這一段的上漲上來 它已經漲了將近快2000點了 但是為什麼美國股市可以這麼強 如果說美國股市沒事的話 它怎麼可能從底部開始怎樣 開始翻轉上來 它一定有一些 大家所不知道的訊息 甚至有一些 大家所沒看到的一個機會 它正在發生嘛 股票市場永遠是領先經濟 來去做一個反應啊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談過 美股的跌是來自於通膨的問題 那你現在通膨 如果有一些降溫的現象 甚至通膨開始出現一個 下滑的現象的時候呢 是不是對於美國股市來講 就是一個大利多 只是現在很多的投資朋友 你還沒有發現 但是股票市場有一些人 他就是先知先覺嘛 他就是先看到的嘛 所以呢通膨最重要的三個原因 我之前跟大家聊過嘛 運價 油價跟高房價啊 現在呢國際之間的運價 貨櫃價格已經跌了七成了 油價的部分也跌了三成 房價呢 美國的房價也跌了將近快一成啊 也就是說大家最擔心的 最害怕的通膨問題 有可能在九月份 就建高開始回轉了 他就會開始怎樣 開始下滑了嘛 所以呢 股票市場你要走在趨勢的前面 那我們要怎麼走在趨勢前面 就是要找到很多很多的因子 來去做一個判斷 所以葉倫他昨天發布的 講了一段話 他講什麼 美國通膨並未根深蒂固啊 因為他也看到啦 包括運價的部分在下跌了 包括油價的部分在下跌了 現在呢連房價的部分 也開始在做下跌了 所以高通膨的問題 將會慢慢的取得一個平衡點 甚至未來呢 從一個高通膨 開始降溫降溫降溫下來 連準會升息的力道 就減緩了嘛 他就慢慢的 就不再升那麼多的利息 自然對於股市來講 原本的利空變成了一個利多 所以股票市場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這邊啊 我們總是看著新聞來去做股票 可是呢往往你會發現到說 看新聞做股票 最後總是落後的嘛 所以我們要從一些很微小的 細項當中 去抓到未來行情的方向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談啊 以前大家最害怕的事情 比如像說 普丁封鎖歐洲的天然氣嘛 甚至美國快速升息 消費性電子過高的問題 受險業面臨投資虧損的壓力 這些我在講這些利空的時候 沒有人告訴你啊 等到現在媒體都在報導了 可是這些利空 早就已經走到末段了 他已經快要結束了啊 那你等到他快要結束了 這時候你才想說 我要去放空 我要賣股票 那你可能會賣在一個 相對抵擋的區域 從美國股市的角度 我們已經知道了 有一些事情它正在發生 只是說這個發生 它是來著很微妙 很多投資朋友們不曉得而已嘛 他不曉得 那台股之所以這麼弱勢 其實我們有本身的原因存在 這個原因來自於說 大家的信心 那種市場上的信念不太足夠 因為有很多的外資 他現在最害怕的 不是台灣的經濟問題 而是台灣的安全問題 這個問題我在上個禮拜 有跟大家談過啊 你從這個美國的 包括這個國際的媒體來看啊 現在美國海軍司令部 他示警對不對 中國最快 晚年底要攻台 甚至法國周刊 他也把這個台灣這個軍艦 高雄港的軍艦把它拿來當作封面 這就妙了 現在全世界都在關心台海 到底台灣會不會打仗 每個人都在想說 習近平連任之後 他會不會對台灣產生發動一個攻擊 那我想身為台灣人 我們自己最清楚 其實就習近平 現在才剛剛連任對不對 他剛剛完成他的二十大 完成他第三任的任期 他已經拿到手了 那如果我是習近平的話 我會傻傻的在今年馬上展開 對台灣的攻擊嗎 怎麼可能 對不對 他如果要對台灣攻擊的話 你第四任的任期前再說嘛 你現在都已經選完了 你都已經拿到了 你的這個皇帝大位了 我有必要說 我現在趕快對台灣做進攻 如果我現在對台灣做進攻 那就是糞坑裡面找黃金嘛 對不對 因為你一旦對台灣發動攻擊 你要耗費非常龐大的人力 你要耗費非常龐大的物力 從俄羅斯就知道啦 你打完之後咧 你的國家肯定衰退 打不打的贏還是一回事喔 你只要一發動攻擊 你的國人肯定會反彈 那我都已經好不容易 拿到我的第三任期了 我現在打台灣 那不就是怎樣 那不是自毀前程嗎 所以我覺得 這種沿路真的太過於其實了 可是外資咧 他不管啊 他看到這種事情 他先賣股票再說啊 因為他馬上先跑嘛 他只要有一點點風險 他不像我們台灣人啊 我們生在這裡長在這裡 所以我們很了解 外國人不了解 不了解呢 當然他們的資金就一直在外逃 但是這種外逃 我講實在的 最終還是會回來嘛 最後他還是會回到台灣 理由很簡單啊 我們台海問題也不是第一天啊 我還記得1995論八月這本書 有看過的投資朋友應該都知道啊 當時1995年的時候 這一本書超級熱賣 賣到一個翻掉 那裡面在講什麼 就是他在講中國武力犯台這件事情嘛 他在講未來1995到1998年 這三年之間中共會以武力犯台 都已經過了26年了 真的有發生嗎 沒有啊 對不對 後面也都什麼事情都沒有啊 到現在 馬照跑舞照跳不是嗎 那同樣的 你現在再回過頭去看有沒有 這種新聞每一次出來 都會影響到股市 但是重點是會不會發生嘛 這個發生的機率微乎其微 但是很多人卻把它放大來去做解讀 當你一旦放大做解讀 你就會產生一個錯誤的想法 那你一旦錯失掉了 錯失掉那個機會點 等到台股呢 慢慢大家忘記了台海危機 股市開始跟隨美國股市上漲的時候 機會就沒了 行情就錯過了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操作上來講 真的台灣有很多很多被低估的標的 但是呢 現在短期內信心不足 你不用奢望它馬上走一個V轉 講實在的 你要期待V轉我覺得不太可能 但是你把時間拉長來看 以現在的位階來講 你會有翻倍 甚至好幾倍的空間 但是你要給它時間 這叫做爆得夠久的股票 那這種股票本益比夠低 成長性夠高 向下空間有限 向上的獲利無窮大量 這個你要用時間來換取空間 但是第二種呢 如果你不想報那麼長的 那我也會建議你 我們用短打的方式 比如像說有一些股票 你可以用當沖取價差的方式 把這個錢給拿進來 那同樣的喔 不要覺得當沖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當沖你要評估非常非常多 包括國際情勢 包括台灣現在台股當中的氣氛 今天的氣氛是如何 甚至你要怎麼去做顯股 買賣點你要怎麼去抓 這個都是有技巧的 所以我說你要嘛 你就找一些好的股票 爆得夠久 然後呢要嘛你就要跑得夠快 那你要怎麼去操作 待會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第三保證 貸金一定貸出 金銜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金一定貸出 成通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大家好 歡迎回到股市夢想家的節目現場 我是孟成 那剛剛跟大家聊 由於現在台股的信心 比較不足 所以我們在操作策略上 要嘛你就是要爆得夠久 有一些好的股票 我講實在的 不是因為它不好 而是因為大家沒有信心 那你股價來到相對低檔區 當然你的風險變得很小了 你未來的空間也會很大 這叫爆得夠久 要嘛呢你就要跑得很快 有一些股票呢 它短線上面可以取得價差 那我們就用當中的方式 把價差給取出來 你把現金呢 拿回口袋 每天只要把現金放在自己的口袋 你規避掉隔日的風險 自然你的風險性上面 也會降低很多 所以我說 這兩種方式 都是你可以去做的方式 但是你不能把兩種股票 放在一起用 因為該做波段的 該做當沖的 絕對都是不一樣的做法 比如像說 我們以台積電來做舉例就好了 我上個禮拜跟大家聊過嘛 台積電的無形資產 基本上它價值多少錢 13兆 1706億元 它價值13兆元 那你說以台積電現在的市值來講 差不多10兆 講實在的 確實真的很低估 我這家公司 我只要把這家公司賣掉 我關我手上的專利權 我關我手上的商標 我就已經價值13兆了 結果現在台積電只價值10兆 你想想看 這中間差了3兆 那這種股票是不是低估 當然低估 可是你說你用台積電去做當沖 你會不會贏 我說實在 我曾經有個朋友問過我一句話 他說洪老師 你覺得買什麼股票最好 當時台積電才260幾塊 我跟他講說 你就買台積電 他也覺得 對 我覺得他也覺得台積電很棒 然後就把他的錢 全部拿去買台積電 後來漲漲漲漲漲 漲到是要買多塊 我說你台積電有報勞嗎 應該有賺錢了吧 然後他回答我說 沒有 我台積電後來全部賣光了 結果倒賠了2000塊 然後我就傻眼 我說台積電從260 漲到300多塊錢 結果你還倒賠2000塊 你是怎麼做的 然後跟我說 我把台積電拿來做當沖 結果我以為就是沖來沖去 應該是有賺錢 結果算一算了 扣掉稅金跟手續費 反而沒賺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台積電的股價太高了 所以你在抓那個點位 再加上它的幅度的時候 相對來講它的波動性會小很多 那這種股票 你就是要有耐心爆它一個大波段 那有耐心的時間點 當然就是要在它急跌的時候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談嘛 我說你要買齁 你要買台積電 你就是要買在這種時間點 當它股價出現崩盤 當它股價出現重挫 一天大跌的8%創下有史以來最大跌幅 我說這個位階點上面就買 買了之後呢 你要報勞它 不是做台積電想要做今天 買了明天就要賣 或者當天就要賺價差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這種股票 股本大你就是要做大趨勢 可是你說這個位階點上面 以它今年的EPS來看 我預估大概32塊錢 就算有法案的影響 也預估在29到30塊錢之間 那你401塊錢的台積電 就是低估它很便宜啊 我簡單的算給大家聽 我說一家公司 你一年只要成長10% 你七年它會成長一倍 也就是說台積電告訴你了 我未來的年複合成長率 在15%到20%之間 也就是說我每年有機會成長10% 所以七年之後台積電 原本的賺32塊錢 會變成賺多少錢 64塊 那你想想看喔 如果我64塊錢 我配息配一半就好了 401塊錢的台積電 你可以領到多少的股息 我這種算法是外資法人 他們會去算的啊 他們就是這樣子的想法 再去做一個操作嘛 所以我講它低估 不是說我今天看到股價跌 覺得它低估 而是以這個位階上來講的話 它已經很便宜了 那你這種便宜的位置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呢你的空間很大嘛 這種就是沒有信心的時候 才會發生的狀況啊 那你一旦信心恢復了 股價要漲到哪裡去 講實在的沒有人可以預測 沒有人想像的到 這就很像說 2020年的時候 當時台積電也出現下跌 來到290塊錢 那因為什麼 因為華為嘛 當時華為被禁掉啦 美國禁止台積電出口晶片給華為 那時候華為是台積電第二大客戶 僅次於蘋果 那你想想看 對台積電的衝擊是不是很大 但我說台積電就是一家 有魔力的公司 你知道嗎 就算有華為的影響 它還是維持它的成長 甚至全年的EPS18塊錢 不但達標還更多 今年創下32塊錢的新高啊 所以不要把台積電看得太隨 我講實在的 台積電它的這個魔力存在 你完全無法想像 它面對那種危機的時候 它面對那種危機 如何把危機化成轉機的那種能力 真的是非常的強 這也是為什麼 我會一直喜歡台積電的 最主要原因嘛 所以呢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談的 2022年的第三季來看的話 很多人都在看那種 消費性電子的衰退 那我講實在啦 消費性電子衰退又怎麼樣 重點是還有很多 維持成長的動能的這些機會嘛 包括高端的智慧型手機 高速運算物聯網跟車用電子 尤其是車電這一塊啊 未來十年之內 至少會成長超過一倍以上 至少都成長超過一倍以上 因為以前的汽車 叫做機械化的產品 未來的汽車 它就是一個裝了四個輪子的電腦 你知道嗎 所以這裡面一定會使用到大量的 包括所謂的半導體 跟所謂的電子零組件 所以我說還是有成長的動能存在 只是你有沒有發現到而已嘛 所以包括我說 既然台積電 它的高階的動能 它是沒有減緩的 那同樣的啊 車用電子裡面 甚至高速運算裡面 有很多的高階製程相關的供應鏈 它的股價下來反而是被挫殺了嘛 比如說3037清新來講好了 今天漲了4.72%啊 那我還記得啊 每次跌下來的時候 我也沒有因為什麼 它下跌就告訴你說 心心不好吧 我說這種股票跌下來 扣底值扣底低值 你一旦突破均線 均線開始轉為上揚 那震盪震盪震盪整理之後 開始上去的時候 去扣底值開始扣低 我遇到的成本越來越便宜 你覺得呢 是不是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呢 向上的空間無限大 這就是我跟大家談的嘛 所以每一次大家都在講說 這個股票很爛 可是我覺得還好啊 你到這個位接點上面 我都已經突破月線了嘛 現在就只差一點 月均線轉上 當我的月線一旦轉上 我原本的壓力變支撐 格局上面就不太相同了 就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以前200多塊錢 大家都在瘋狂的叫你買啊 可是跌到100多塊錢 大家叫你賣啊 甚至一大堆人叫你去放空它 有沒有 現在是不是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告訴你這種股票很爛 他說爛什麼啊 該賣的時間點你要賣 同樣的你來到這個位接 你才去罵它爛 那已經賣虎了嘛 股價跌了五成了耶 那你還希望它再怎麼跌 如果我的成長性不在了 那你說它股價下跌有理嗎 我的成長性還在 你說股價來到這個位接 不是不合理嗎 對不對 所以包括8046的南電也是如此啊 大家以前大漲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它很好 跌到200塊錢每個人罵它 罵得跟落水狗一樣 可是什麼都沒變啊 那你現在就是等它股價突破月線 開始帶動均線上揚有沒有 它的均線已經開始轉上了 那你均線開始轉上的時候呢 是不是整理整理整理 慢慢的就往上去創新高了 那你說這些個股不好嗎 我告訴你真的都很棒 他們都是有獲利有賺錢 本益比又很低的嘛 所以包括3189的景碩也是啊 有沒有 慢慢的都開始創新高上來了啊 月線都開始轉回上揚啊 所以這些個股它不是不好 只是說有時候你可能在高點 跑去做追價 那造成說可能跌下來的時候 會造成損失而已啊 但什麼都沒有改變 變得只是怎樣 只是投資人的心而已 那如果它的成長動能還是存在 本益比來到低檔區更是一個合理 而且合適的買點對不對 所以另外呢 這是我剛剛跟大家談的 這些個股講實在的 你要抱得夠久 當你抱得夠久 你的本益比這麼低 你未來空間才會大 另外呢 短線上面操作也很重要 但是當沖交易 講實在的 不是大家所想像的那麼簡單 我在做當沖的時候 有四個很重要很重要 去評估的一個焦點 包括大盤的走勢 包括怎麼去做選股 包括買點跟賣點 這其中每一項你都要去做 一個規劃跟一個確認 所以我說很多人講說 當沖你就找股票來買 找股票來賣就好了 但是你的方法跟邏輯在哪裡 所以我說像我們今天 就做了一檔股票叫做華金 這檔華金呢 我在買的時候 我是掛低等它 因為呢 你從這個五分鐘K線來看 以它的周轉率來講 其實它已經超過40% 也就是說這個股票有人在買 有人在買 同樣的你要抓到 一檔股票的支撐點 就是從這個位階來看 我前面三根K棒下來對不對 下來之後開始去突破反壓 所以這三根K棒的終點 可以視為一個支撐的價位 那我視為支撐的價位 這個位置在20.4元 我如果這個位階去買它 向下呢 假設我跌破前低 空間1.4% 可是我往上走呢 如果它突破前高 我的空間有6% 所以我用這個小度 來去做評估的話 向下的空間OK 合理我可以接受 向上的空間 我有肉可以吃 這個時候呢你就要怎樣 你就要思考 要怎麼去做出手了 所以買點呢 像我們今天早上 我在早上9點03分的時候 我就掛價 掛20.6元 掛完之後 預設停損20.1元 預設停利在21.6元 從剛剛的K線圖裡面 你就知道 我為什麼會這樣掛對不對 那我掛完之後 我慢慢等 等到哪裡 等到真的來到20.6元了 全部成交 成交完了之後呢 就按照停損跟停利 來去做操作 尾盤上來有沒有 最高點來到21.75元 我們順利的獲利了解 那你看喔 光這樣的價差 從這個位階點上面 放上來有沒有 這樣子就取到1塊錢的價差 1塊錢的價差 等於你就4.8%的一個空間 所以這就是完全 就是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規劃好的嘛 就是你運用這個 5分鐘K線的角度 來去做一個思考 欸我做錯這一檔股票 我要賠多少錢 我做對這一檔股票 我可以賺多少錢 這就是短線上的一個交易 它的一個特點喔 所以現在台股 你要嘛你就抱得夠久 要嘛你就要跑得夠快 這個就是現在行情 你要面對的 你要去做一個 調整一個方向喔 如果不曉得怎麼做 又認同我們的操作方式 歡迎跟上腳步來喔 看得更寬 想得更遠 你才會得到的更多 感謝大家介紹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獲得更多 誘意